擊斃歹徒卻賠千萬,為救同事破戒開槍 這名持槍的男子是海山分局偵察隊小隊長圖兵傑 昨天中午在台北市內湖區追捕魯仁嫌犯 因嫌犯拒捕還開車衝撞,情急之下朝前輪開了三槍 圖小隊長開槍的動作好像有些遲疑 其實是因為21年前的一次任務 1995年他追捕通緝犯時,嫌犯開車衝撞遠景 圖小隊長為了救人,被嫌犯開槍,卻造成嫌犯傷重不治 後來法官竟然判他四年徒刑,還得賠償一千多萬元 不但賠上了他所有積蓄,父親也得便賣足產土地幫忙還錢 之後他發誓再也不開槍,至今21年來 他真的未曾開過一槍 昨天在內湖圍捕嫌犯,看見同事有被衝撞的危險 想起21年前的事情,決定開槍阻止,以免漢事發生 但因為心中有陰影,怕傷到嫌犯,來往路人又多 只朝輪胎開槍 我們的員警雖然只有兩名,但是為了民眾的安全 他們奮不顧身,甚至不顧自己的安危 動新聞台北報導